挖掘新闻内幕 挖苦新闻内幕 我是郑鸿怡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 挖挖挖 好来 这个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宾 第一位是媒体人徐清皇 邓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这一位是第一次来上节目 是议员候选人 他是时代力量 在新庄领口泰山五谷 要选市议员的游泳国手唐胜杰 邓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 另外邀请到的是 婚姻平权大平台的总召集人 吕新杰 欢迎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欣杰 另外要请到的是牧师 陈思豪 陈牧师 陈大哥好 大家朋友好 平安 非常欢迎 另外是高中的公民老师 黄毅宗黄老师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五位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是 公投怎么投 因为台湾也算是 有进步 也算是福气 就是说 公投法的门槛 真的 本来是没有公投 台湾没有公投法 后来有一个叫 鸟龙公投法 那鸟龙公投法 我们把它修了 把门槛降低了 所以呢 这个我们人民的直接民权就越来越 可以行使了 所以今年在11月24 这场这个大选里面 就有10项公投要进行 那这个这10项呢 其中啊 18岁 满18岁的 你就可以参加公投了 你是不能够去选什么 市长 議員 还是理事长 这你不能算 但是你不能去拿公投票来算 那你就可以改变台湾的命运 改变台湾的社会 不过 今年啊 看起来是蛮复杂的 因为除了那么多的选票之外 还有公投票 所以呢 我先请教一下青皇 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我们先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因为今年跟台湾史上 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在于今年就是说 你有一个 这个一般的候选的票要投 你有公投票要投 候选人的票必须要满你20岁 所以你可以会有三张 一个是县市长 一个是议员 一个是村里长 所以可能有三张 人数多一点会有五张 但另外一个部分呢 你只要满18岁 你也可以跟你的爸爸妈妈 一起进入这个去投票 那去投票去投什么票呢 你可以投的就是公投票 那当然你的爸爸妈妈 也可以投公投票 那问题就在于说 要投公投票 今年比较特殊的是 跟过去不一样的是 这是我们史上有最多公投投票的提案 在这次选举里面 有几项呢 总共有十项 那十项 有些观众朋友 感觉听到就要分析了 所以我们一行一行 说给大家听 没得到 好 首先第一个部分 我们把它分几个部分来看 这大概就是四五个区块而已 第一个区块 是由国民党所提出来的几个公投案 拿三个公投案 国民党提了三个 第一个叫反空屋 第二个叫什么呢 反申奥电厂 第三个叫反核实 那这三个案子呢 在法律上面有什么差别 这个东西就是公投出来之后 给进户这残客 所以这里面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的行政院已经讲说 申奥电厂不盖了 可是他还是在里面 就是已经停了 他还是在里面 所以呢 这里面有一些 你去投跟不投 你都可以自己选择 因为公投票想投哪几个 是你可以选择跟做决定的 所以你也可以选择说 这是金正已经停了 我就不可以去领这张票 可以吗 可以 这三项是国民党提的 那另外一项是 关于这个所谓东京奥运证明的 东京奥运证明是希望 我们2020参加东京的时候呢 用台湾当名字 那这个部分也是重大政策 进户参客 那你也可以看你怎么去投吗 那另外一个中华台北改成台湾 对 从中华台北改成台湾 那第三个是在核能的部分 有一个我们叫乙和氧绿啦 就是在绿能发电完成之前 先用核能来取代这个过渡时期 那么这一个项目也在里面 那除了 这是马前总统的想法 对 马前总统也支持这个想法 那这三个以外 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你会发现刚刚这三个 一 二 三 四 五 五行 对吧 十个公投案 我们刚刚讲到好几个占五项 可是另外五项 坦白说都是集中在 同一个问题上面而已 另外五个议案都是聚焦在 所谓的同分公投 反对跟赞成 还有跟他有关的教育 那是哪边呢 那我们来看两个阵营所提出来的 第一个是 这个是由宗教团体所提出来的是什么呢 提说第一个是说 他说婚姻应该是限一男一女 换言之他认为说 婚姻只能给一男一女 两男两女都不行 认为民法要直接写进去 那凭良心说 这以第十项来说 其实跟大法官会议做出来的解释 是有冲突的 按照法律的位阶 这个因为这是属于创制 他这创制这个法律位阶 应该是不能跟大法官解释的位阶 去做抵抗 所以这个部分 投出来的效力呢 是令人家有点质疑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他是希望改变 在我们的性贫教育里面 把同志教育 这个同志两制把它拿掉 因为你知道 我们有个这个性贫教育法 性贫教育法会希望说 告诉我们的小朋友 这个所谓的性贫教育 是怎么会一回事 所以要教小朋友什么呢 关于情感教育 关于同志教育 关于性教育 免得小朋友没有认知的时候 被欺负了他怎么办 所以这个部分是 以前我们有个性贫教育 但是在私刑戏则里面的 同志教育的同志两个字 他们这个公投案 就是希望把它拿掉 所以里面就看 在私刑戏则就看不到 这个同志两个字了 那另外他们提的 这个是什么呢 希望要立专法给同性婚姻 也就是说 这种一男两女的婚姻需求 就用所谓的专法 不要用民法来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宗教团体提的 那另外当然反对于 刚刚我们讲这三个 因为很多人一定会认为说什么 奇怪 两个男生两个女生结婚 为什么一定要跟一男一女 有所区隔 这很怪嘛 尤其是什么 尤其今天两个男生两个女生 愿意结婚 像宗教团体台讲的 希望忠贞 他要结婚不就是希望忠贞吗 那你干嘛不让他走过婚姻 这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相对按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性贫团体这边提出来的 第一个是什么呢 关于希望民法保障 同性平等权益 也就是说 希望民法里面就直接定清楚 这个婚姻不是只有一男一女 两男两女 大家平等一样可以走入到婚姻里面去 第二个是什么呢 这个我觉得性贫团体也很聪明 刚刚我们看到关于在性贫教育的部分 刚刚你看到宗教团体是希望把 在施行戏则把同志拿掉 哇我们的性贫团体是希望 把同志教育这件事情呢 上纲到母法性平教育法里面去 也就是说 假设这两个案子都过了 是什么结果 施行戏则把同志教育拿掉 施行的母法反而会有同志教育在里面 所以从这个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公投个案里面的 对于同婚这件事情 还有同志教育这件事情的 大家双方主张就在里面 然后里面呢 也有这样法律攻防的巧思在里面 是是 那我请教黄老师好不好 那我们怎么去领票 怎么去投柜子 好 今年的公投是分两阶段投票 事实上就是说 其实曾经这里有个基金会 跟影响力文教基金会 他们做了一个民调 就是访问一千多人 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今年的那个 知不知道有公投 然后怎么投票 这个很有趣 就是90%的民众知道 大概90%的民众知道说 今年有公投榜大选 就是公投跟大选是混在一起 但是这里面 我讲一下 其实榜我觉得是还不好听 配合 应该说病大选 对病大选应该是病 这做非 因为他主要是要节省成本 所以说就是 因为公投法的规定就是说 如果公投案有过 然后年底有选举的话 基本上他是要合并 他是为了要节省人力成本 现在有趣的是说 虽然有将近9成的民众 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啊 有38%的民众对于这个反复的领票规则 不了解 然后再来哦 有48%的民众 事实上根本不晓得公投项目有什么 就是刚才清王解释到我 一半都不知道 刚才清王已经解释了公投项目 那我现在解释一下投票的规则 就是说 今年的投票分两个阶段 就是说第一个阶段是20岁以上的 你如果是20岁以上 你要先投所谓的九合一大选 就是议员 然后县市长以及村里长 这个第一个阶段你投完以后 因为他每个投票所的那个大小不一样 频数不同 所以他到时候实际上怎么配置 这个还不清楚 因为他按照实地的情况 但总之就是你投完这个所谓的 九合一的这个投资对人的投票以后 你再走到另外一边 再去领所谓的公投票 那领公投票的话 因为他公投吧 区域一样嘛 区域 基本上中选会是说一样的 区域是一样 会在同一个地方 就是说你去投一边票后 回来再一年再回来 他应该是够两边 就是说可能稍微隔开两边 投票柜是分开的 你刚才说你这边投人的这边 先投完以后 你再走到另外一边的柜台 去领所谓的公投票 公投票因为 对 就这么这么 所以我领了县市长的 对 领了议员 选议员的 对 领了选里长的 对不对 好 那我就会去一个莲子那里 去盖说我要选谁嘛 把他盖上去盖上去 然后他的颜色可能不一样 票的颜色可能不一样 对 票颜色不一样 然后我再出来 这个柜子是县市长的 对 这个柜子是议员的 对 这个柜子是村里长的 村里长的 应该是这样嘛 对对对 没错 我这样我投完了嘛 对 投完了 我再出来再转一圈 没有 没有出来 应该是在同一个房间里面 拿领票 投票 然后再去领票 再投票 再出去 选举领 投 公投领 投 所以就是这个顺序 选举领 投 公投领 投 然后才出去哦 那公投领 一次就领十张是不是 对 一次就领十张 基本上是 然后我们有 玄务人员都有跟我们说 玄务人员不能问你说 你要领公投票吗 不行 他应该是要一叠一叠给你 但是就像秦昌说的 你可不可以挑 他不可以问是不是 他不能问 对 他要做选务中立啊 对啊 他要选务中立嘛 我没办法说 我敢给你记录 你要哪一张 因为这样他就可以筛选了啊 对啊 所以他一定是一次给你 因为你问他你要哪一张 既然我来投了 那我就一定会去领公投 就要去领公投票 这个是必要的 所以选务人员现在受训说 你不能问说 你可不可以 你要不要领公投票 是不行的 但是你可不可以 你身为选民 你自己选说 放弃说我不要 可以 可以 只是为了方便 他一定是一点一点啊 你也可以说我只领两张 我只领三张 那种是个人自由意志 你要领整张 就是选务人员不干涉 你要领几张 你比方说我要领这三张 那选务人员就给你三张 你要全部十张都领 选务人员都给你领 然后领完以后 你再一样去里面一张一张盖 盖同意或盖不同意 那盖完以后 就是投票鬼 但是他们的票鬼没有十个票鬼 三个 他们就每三案一个票鬼 每三案一个票 等一下我们再聊好不好 来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那再请教一下黄老师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打算公道有贵 好有贵就是说两个情况 第一个是就是公投案 第一个就是同意票要大于不同意票 这是首先 同意票要大于不同意 你如果不同意多过同意 这个当然也没过 我随便举例 同婚适用民法 同意要多过不同意 这是第一个条件 这是第一个门槛 这是最基本的 但是第二个门槛就是所谓的得票门槛 就是必须达总选举人数四分之一以上 什么这种选举人数就是说 我们台湾2300万人对不对 但是18岁因为我们是用18 18岁以上的公民将近1900万 所以你必须在1900万里面乘以四分之一 差不多是将近490万到500万票 也就是说你差不多要拿到差不多490万票 这样才过 你才没有办法达到490万这个门槛 即便你的同意票是大于不同意票 在公投法上认定一样是不通过 好那如果说我同婚适用民法 这个事情两个关卡都过了 同意票大过不同意票 那也达到490几万票过了 那接下来就是政府要去做这个事 对 因为公投法公民投票它是直接民主 它的效率是比照于等同于法律 所以这是立法原则之创制 所以如果过来就要 你就是必须按照公投法的精神 去制定一个合乎公投法这个原则的法律 所以你来说你投的是要用民法 然后让同性二人可以结婚的话 那理化你你在修民法 你就必须要修民法 这个是有拘束力的 OK 三个月内 三个月 那如果说我没有过 同婚适用民法没有过 那我下一次我再重来是什么时候 之前的公投法是规定三年内 现在是两年了 新的公投法是降到两年 就是说你两年后可以再提出一次 OK 进行三年 所以今年是2018年的11月 我们这个投了一次 那假定这次没过 换句话说我是2020年 选总统大选的时候吗 可以啊 就再来一次 就两年后 2020的总统大选应该是在 一初的时候了 所以你因为你现在这个10年点 是2018 11月嘛 那所以你这样算过去 应该是在2020的11月之后 所以也是总统大选过后了 对 赞安哥不过这个case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其他的其实是两年之内不能再提出公投 可是因为大法官事件有说 明年的5月24号一定有一个什么法 然后就要让同志结婚 那如果没有法的话 同志自动可以使用民法结婚 对 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线线的 对 这个比较特别 但是如果是其他的公投案 确实是没有通过两年内 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提出公投 要两年之后这样子 老实讲政府的立场 大家也都新知度 他巴不得这些公投都不要出来 为什么 找他麻烦 老实讲 因为我刚才讲公投法是这样 公投过了以后 他有强制的拘束力 在政策上跟法律上都必须去拘束 对政府来说也感觉多很多事情 所以其实来对 所以你看这一次政府的态度就很清楚 他也都没有去大肆地宣扬这件事 他最好是 他对政府的立场是最好这件事情就是过了 然后大家都未打门槛 那他就是继续顺顺地做他的政务推动 老实讲是这样 谢谢 而且其实这一次的公投的题目 我觉得有稍微刺激到年轻人出来投票的意愿 就是我们在跑选区的这个时候 有一些 18岁他说他还没办法领那个选举票 但是他会为了公投的出来投票 因为这一次这个性别的这个议题 其实让两边的这个宣传 不管是宣传或是对立这个层面 有激起年轻人投票的意愿 对 他也会影响其实选举 那他是为什么他会比较激起来 我觉得其实我自己的观察啦 现在在我们这个世代的对于同婚的议题 其实是比较呈现一个同意的状态 你是哪个世代 20到29 加上年轻人的世代 加上年轻人的世代 大概20到20 就是可以投票的这个 20岁可以参与投票的这个世代 他们其实对于现在这个议题 是有一种被激起来 因为最近的这些 辩论会的这些表现 其实他们也看到一些蛮无言的一些言论 他们就觉得说天啊 这个台湾如果再这样子下去 真的还蛮残 再怎样下去 就是像是下一代幸福联盟讲的那些话 就是这几天他们讲的很离谱的一些言论 就是一直用很多的谎言 然后去散布这些谎言 那我们之前其实开过一个记者会 我觉得任何理性的讨论 其实都非常好 我觉得那有助于台湾嘛 但是谎言不行啦 节目快要进入重头戏 谎言 来这个是唐圣杰 重头戏 这是重头戏 重头戏 因为我怕说谈这个 大家会睡着 先给一点那个 刺激的 刺激的 然后来点福利 你这样没有用 年轻人要再勤跑一点 他说我其实用游的比较快 唐圣杰 因为他是游泳国手 我讲实话 一个游泳国手愿意出来 投入这个台湾的基层的政治 这个也是要鼓励 那你是代表时代力量 对时代力量 在新北市第二选区 这什么时候拍的 参选前 哇你一直保持这样吗 没有啦 现在如果还保持这样 就会被人家说不认真选 不认真选 对啊 为什么 因为你都没有在认真跑选区啊 那你认真跑应该是 肌肉线条更明显 没有啊 这种线条一定要压重去嘛 一定要压重量的 对啊 是吗 是 检查一下 他也是有练的 我觉得大家应该比较想看老师 你好像你 我都不是好像你 不然这样好了 我们两个都看一下 你又要自向逃杀 赞成观众的福利 而且其实这一张出去的时候 我们星隔离团队就还蛮惊讶 就是网路上的那个传播效果 比我们预计中的还大 因为其实我们在跑选区的时候 真的听到很多所谓的干话 然後我們新店的那個柏魚 什麼幹話 就這一句就還蠻經典啦 就是說你都沒有認真跑 年輕人要認真跑 年輕人要認真跑 多跑啊 或是你這樣選不行啦 你都沒有看到你掛看板 你到底有沒有認真要選 就沒錢了 對 就真的沒錢 你都沒掛看板啊 有啦 很少啊 對啊 就是挑重要地點 然後位置都不會太好 因為好的位置都被選走 你掛了幾個看板 目前大概十個 十個那花多少錢 大概已經二十塊三十了吧 快三十是自己的錢還是木來的 木來的 都是木來的 你到現在總共花多少錢 兩百快兩百五了 快兩百五 都是木來的嗎 OK 都是木來的 那會不會用到自己的錢 會 會跟家裡借錢 你有跟家裡借錢 有 有跟家裡借 跟誰借 爸爸媽媽 不好意思 跟爸媽開口借多少 借了大概二十三十差不多 爸爸媽媽怎麼說 就是他們現在也非常用心的 在幫我輔選當中 對 因為他們不幫你輔選 可能沒有幫我還錢 對 錢回不來 沒有 我覺得其實台灣的選舉文化 是真的很需要改變 我覺得我們年輕人這次出來參選 除了想要打破這個地方結構勢力以外 還有就是一個對於台灣選舉文化 我們也很想要改變 就是台灣選舉文化 現在幾乎已經變成這種金錢的文化 就是我們現在選人 都只是選那種看板上掛最多的 就是我認識他 我看過他 所以我投給他 但是我們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是希望用一種 我們提出一個事實 或提出一個政策 然後你用政策來選 來選這個人 而不是用掛看板 但是在我們跑選區的反應就是說 你都沒有認真選 然後甚至我們發文宣的時候 他就說 阿你有沒有扇子 有沒有杯子 你有沒有帽子 很熱餒 外面很熱餒 對 都會被這樣子 都會一直被這樣子問 你有沒有米粉吃 常異婚啊 我們以前前陣子那個 普渡跟中秋就很多 然後就有一些社區 我相信杏杰以前選過 就應該也碰過 然後他就 我們要去社區敗票 然後那主委就會問說 阿你有沒有提供那個飲料 或是摸彩的東西 對 他對我們年輕人說 蛤 什麼 要這個東西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進廣告 而且有時候真的碰到那種 那你今天要幫我們祈禱是不是 可以 可以 等一下結束可以幫大家助導 牧師是那一天現場的重要的主角 對啊 牧師最近很受歡迎 他那天在現場聽了一大段的經典名言 那一段經典名言到現在 我們都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我這輩子也是第一次聽到說 原來就是 肛門跟 肛門的細菌素原來跟那個什麼 跟陰道士不一樣 你聽到什麼 就是基本上對方辨識 他是要表明說 同性戀者他們的同性性行為是危險的 為對哪一件事情辯論 10號是說 第10案是在講說 他們不同意 他們要把婚姻只留給一夫一妻的結合來使用 就一男一女 對 一男一女 對 一男一女 對不對 夫妻只限於一男一女 對 只限於一男一女 換句話說他不同意所謂同志結婚 OK 然後呢 然後他 他就是要證明說 同性戀只能是結合 不可以是結婚 不可以動用到婚姻這個名詞跟這個概念 這個定義這樣子 那為什麼 利潤基礎是什麼 其實我聽不懂 鄭大哥我幫他簡單講一下 他的利潤基礎就是在說 一男一女的性行為是透過陰道發生 然後陰道有40層的皮膚 然後裡面是無菌的狀態 所以他是非常安全的 那如果是鋼膠跟口膠的性行為呢 一個有400種細菌 一個有700種細菌 然後只有單層的皮膚而已 所以那樣的性行為是很危險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說 這個性行為的方式呢 只有一男一女是最安全的 所以婚姻只有一男一女可以有 那就是這一段的 人家可是人家拿出了理論基礎啊 所以之後馬上有醫生出來打臉啊 醫生打臉 就有醫生馬上出來打臉 醫生怎麼說 醫生的出法第一個是說 這個細菌的描述好像是錯誤的 因為基本上在陰道裡面 也不可能是無菌 而且陰道如果是無菌的話 才代表你不健康 就是你要請婦產科醫師拿出一個 權位的資料 因為這樣子辯論啊 人家才會幸福嘛 對不對 對 因為就是我們的好朋友 也是婦產科醫生 靜宜他就是有出來反駁 我跟大家講靜宜怎麼說 就是那個民進黨立委 林靜宜 對 他是婦產科醫師 他說陰道內有常在的乳酸菌蟲 維持陰道的微酸性 還有其他常在菌 包括念珠球菌 十一種黴菌 也包括大腸桿菌 包括葡萄球菌 有時候還有乙形煉球菌等等 他說只要在免疫力好的情況下 這些菌蟲和平共處在一個平衡 會達到一個平衡 你看我剛剛講了那麼多菌 這就是專業 因為我們不是專業 但是人家林靜宜是婦產科專業醫師 他比較尷尬的是 因為那一場公投編論會上 講出這個菌蟲理論的那一個 他是一個政大的商學院助教授 你是商學院的 叫你教人說這是身體的事情 林靜宜是真的有專業婦產科醫師 你是要教人比什麼 所以他就說 因道裡面的菌蟲 以林靜宜專業的婦產科醫師是說 其實還蠻多菌的 現在我的意思是說 他現在剛剛的那一段 對細菌怎麼樣怎麼樣的描述 一開始的基礎就是錯的 因為連因道的認知 那邊的細菌農人都是錯的 那你怎麼能說 你怎麼能說剛好那邊的認知 也是對的呢 我跟你講公民投票就是有這個好處 正方反方是要辯論的 互相拿事實出來論證 所以我不去跟他辯駁這個事情 如果真的陰道裡面是幾乎無菌的話 那這樣代表他支持我們lesbian 支持我們女同性戀 就可以直接先合法結婚了 因為他是完全無菌 我就完全不去管他講什麼 我去把為什麼會造成 台灣社會現在這個混亂的原因 我把它解釋一遍 OK 台灣社會我大家都講混亂 其實我不覺得他混亂 他叫亂中於序 因為大家對事情看法不同 可是透過彼此的辯論之後 然後我們達到說 這樣子講比較有道理 然後他就形成立法 然後就開始台灣就再往前一步 所以我們不要一直擔心說 台灣怎麼會這麼亂 台灣其實沒有亂 台灣就是有它讓你辯論的空間 對不對 你是基督教嗎 是 基督教很多都很保守咯 我也很保守啊 是站在 應該是站在 不是站在所謂的 同溫適用民法 落實性平教育的一方吧 你有沒有承受他的壓力 我當然 我當然贊成 你有沒有承受到壓力 壓力有啊 有 怎麼樣的壓力 就 他壓力很大啊 怎麼樣的壓力說 他自己不好意思說 他壓力超大的 說啦 有什麼不好意思說 來這裡就是要講的 不然給你這個平台幹嘛 對齁 基本上 基本上因為基督徒讀聖經 有一些不同的觀點看法 所以會在這個議題上面 呈現比較保守反動的立場 那我對聖經的解釋比較不一樣 我認為不應該用聖經字面的意思 去詮釋聖經或者去遵守聖經的教導 所以就單單這一點就會在這個議題上面呈現出完全不一樣的立場 那我的壓力會來自於 其實我們教會的長老會友都對我非常的寬容 你是長老教會 對 長老教會 可是會有其他教育的牧師或是長老他們他們會打電話來 然後希望有一點影響這樣子 希望有一點影響什麼意思 就施加壓力嘛 怎麼樣的壓力 是吧 就是你們教育的牧師不要講太多啊 點點比較好 安靜一點比較好 然後為什麼他的教導跟大家不一樣 那如果你不點點會怎麼樣 解釋一下 只有在台灣只有長老教會 他牧師的去留是由教會的長老來決定的 所以基本上 所以你的牧師這個位置極有可能其實是不見的 每一個長老會的牧師都是這樣的情況 對 只是不同原因而已 不同原因 不過 那到目前這位置保得住嗎 這不好由我講吧 不是你的了解啊 我跟我們教會弟兄姊妹的關係都很好 就是比較希望能夠講真話 是啦 是啦 我到現在為止我跟我教會弟兄姊妹的關係都很好 都能夠 我們要做到的就是我們一個盼望就是即便立場不同 想法做法不同 可是在我們基督說在主理是合一的 那為什麼同一本聖經裡面的看法差距這麼大 一定的啦 因為聖經是在幾千年前的著作 然後作者一定是寫給 好吧 我們說新約 作者一定寫給兩千年之前的人來讀的 他會用那個時代的文化語彙跟思考去寫 過了兩千年的現代 我們當然要只能抓住當時候的教導的原則跟精神 然後到了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時代跟處境的時候 用這個文化這個時代可以理解的語彙跟思維 可以重新去論述 去詮釋 所以一定會不一樣 然後詮釋一定會有好幾種不同 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對齁 我差一點忘了 這個辛傑其實也是結婚了 辛傑是個女性 那她的這個結婚的對象是一個醫師 受醫師 對 陳醫師 對 我剛算了一下 三年了 三年了 差點忘記也算了一下 對 三年了 還愉快嗎 還不錯啦 還可以 婚姻總是起起伏伏嗎 我想大家都一樣 哈哈哈哈 還想就起起伏伏 對啦 來 那 辛傑我麻煩你啊 再把你剛剛那個表拿起來 反空污 我講實話 我想全世界沒有一個人不反空污 是不是 對 所以我認為叫做反空污公投 其實是很模糊的 對 那你可不可以講說 他真正的題目是什麼 他真正的 其實反空污公投的題目 基本上他就是要拿來綁大選啊 在我看啦 那為什麼要綁大選 因為你看國民黨拿出來 把他當作一個議題在檔 我補充一下 我唸給鄧位聽好了 就是這一案 它是第七案 它是 它的公投的條文是 你是否同意以 平均每年至少降低1%之方式 逐年降低火力發電廠發電量 然後提案人是 火力發電量一年降1%啦 對 然後提案人剛好是國民黨這次在選 台中市長的盧秀燕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個提出來就 本來就有一定的針對性嘛 那針對性是針對在於 就是說台中有個火力發電廠嘛 可是問題是在於就是說 這後面當然有一串的議題的討論 討論是說 我們其實全台灣大家能不要污染 當然不要污染 只是有客觀的現實嘛 所以這個公投即便是過了 那它其實對政府的政策有 真的有達到拘束性嗎 其實也不完全 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個提供參考用的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說 它這個提出來的比較像是一個 你如果就是投票我就是反空污啦 然後這個時候就一併投票的那種感覺 就綁在一起 那第二案你會發 對不起對不起我再稍微 我同意 甲電我同意 每年火力發電量減1% 我想燒煤啊火力發電量 大家不是那麼喜歡啦 因為造成污染嘛 對 那可是它要用什麼補呢 沒有啊 是不是 對啊 我的意思是說我同意你反空污 對 可是我們要用什麼 你同不同意 每年發 火力發電量少1% 然後這個綠能 補上1% 類似這樣嘛 或者核能補上1% 這就是公投的盲點 所謂的公投的盲點是說 你想想看 有些東西就是我們很容易就是爽 所以我就是要這樣 那比如說像你知道在國外也曾經投過 就是說我就是討厭清真室 所以我反對該清真室 在瑞士曾經就有這樣的公投啊 可是問題在於說有些東西你拿來公投 它的意義就顯得不是那麼大 為什麼呢 就算好就算你過了 如果台灣真的綠能補不起來 每年的速度沒有那麼快 那難道台灣大家都不要用電嗎 大家就開始要省著用電 然後或是企業就少用點電嗎 不可能嘛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講說 它其實政治意義比較高 原因在這裡 一個不精準 或比較沒有責任感的題目 我想是 因為你知道我曾經去美國 剛好碰到歐巴馬在選總統的時候 那是2008年底 然後我去美國我才發現 他們的所謂的直接民權就是公投 那真的落實到生活裡面了 也是在選總統 他們也是剛好選總統那一天 大家要來公投 你知道其中有一個題目 根本沒有什麼人在鳥他的 叫做爭取把寵物的空間不得小於多少 類似這樣 因為你知道嗎 有些寵物住得很可憐 對 比方說有一個狗籠 那狗籠有些人他家裡面小 或者他就是故意把他弄得小小的 有一些愛狗人士就說不准 以後寵物空間要大於狗的這個面積的多少 類似這樣 他有這樣的公投 連這樣都在公投耶 所以我才說台灣真正落實到 公投變成人民的生活還早了耶 對 就公投元年嘛 今年其實算是公投元年 可是那個真正關心的人沒那麼多啦 我意思是 但是他們只要 只要多數大於少數就過關啦 對 有些地方是這樣 他沒有算投票率或者是同一票 他就多一票也是多一票 愛爾蘭就是這樣子 對 那只是說公投的形勢 其實你會發現像瑞士是投了很多次啦 所以瑞士是投到後來 老百姓大概也知道什麼會過什麼不會過啦 就比如說你要求大家什麼薪水 通通都每年都給你加個一萬塊兩萬塊 他穩過的 這種東西 瑞士沒有過 我補充一下 瑞士真的很妙 就是說 他也曾經有個公投很妙 就是說瑞士現在一年有四週的有薪假 他們樂工就是一年放四禮拜 有一個公投 我們說要把這四禮拜有薪假 要改做六禮拜 就是你只要投過去 你就可以一年多放兩個禮拜假 有薪的喔 有薪水的假喔 對啊 有薪水 而且他的公投是只要同一票 大於不同一票就過了 但這個後來沒有過 那個沒過 百分之六十幾的瑞士民眾是反對這件事 對 明明你只要投夜市 你就可以一年多放兩個禮拜假 有薪水喔 他們不要 為什麼 因為瑞士他公投已經比例很高 所以他們的公民教育是比較深入到 他們從小學開始就要進行公民教育 所以他們知道說天上沒有白吃六禮 你不能說我投一個這個 我就是什麼就可以在那邊加 這錢要從哪裡來 所以我的意思說因為瑞士 他對他公投來講 跟他們來講就是稀鬆平常 他們一年十幾個案 一年十七個案子在那邊跑 所以對瑞士民眾來講他們已經很習以為常 公民投票 因為 因為久了然後公民教育有落實 所以他們知道說有些事情是要負責的 不可以說亂投 這一點台灣其實還有點距離 我第一邊領受到底什麼叫白痴 我們怎麼騙我們比較騙 沒有啦 我們沒這樣心話過啦 就是說你在投這個公民投票案的時候呢 你要講說你投下去的結果 如果你是贊成的 他變成在生活上的時候 他所產生要付出的代價 你其實要是要負責的喔 其實他投這一票跟你的責任 其實本來是連在一起的 這個人我再講一下 這個國家真了不起 我順便舉例 其實瑞士是有核能電廠 因為其實我去採訪過 那大家就講 核能電廠的核貝料沒有幫我放啊 後來他們就選在一個很偏僻的 然後那個山很高的地方 然後呢 後來決定說 要放在那個山打洞打一萬公尺深 然後把核貝料放裡面 這樣子 你知道那邊的君民說什麼 說我們同意 我們同意 你台灣誰會同意啊 我覺得那個是信任 就是說瑞士的民眾 他們其實他們地方的這個 他們地方沒有公投的權利 去否決中央的政策 就是說中央如果真的要放在他那邊 老實講他地方是沒有這個否決權 但是也中央他會用 各種理性的數據 可以跟他的居民說 這樣是安全的 就是這個你的地方的地址 就是你這邊的地址 是真的最適合打洞的 然後我們已經找了全瑞士的境內 你這個地方是熊細的 但是 但也不是說居民一開始就願意 居民一開始是反對的 沒有人希望何非要放我們家 可是他們就是 我覺得這是民眾信任政府 然後政府也不會欺騙人民 他們把所有的公開數據 跟你清楚的說明 經過了很多年的溝通以後 民眾認知到說 我覺得那個就是社群主義 所謂的社群主義就是 他願意為了這個國家 為了這個社群做部分的退讓 所以你這裡瑞士 我們為什麼誇獎他們公民教育 做了成功的一個點在這裡 對 我們國家的前途都放在你們身上 公民教育 不夠好攏 第二件是什麼呢 第二件基本上就是反申奧公投 那申奧電廠這件事情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之前申奧說要蓋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在 已經停了嘛 對就已經停了 這個是沒有意義的嘛 但是問題是他就是在他決定要停之前 所提出來的 所以變成說這個公投票去投其實意義並沒有很大 那第三個事情是反核實公投 就是反日本所謂的核災區食品的公投 那這個其實我也覺得 日本的核災區食品這件事情呢 如果它是單純的就是說進出口議題就算了 可是其實它背後就像我們講 它是連動到國際貿易的議題 它是我們跟日本在WTO的遊戲規則裡面 到時候會不會被告的議題 所以其實這議題背後不是沒有意義在的 那再來其實我們在這個反核實裡面 有一個東西沒被討論 什麼沒被討論呢 你會發現核災區食品到底安不安全這件事情 其實那個是有科學依據 但是沒有被拿出來討論 因為其實我自己曾經直接到福島去過 我是直接去福島去年的時候 而且我還直接在福島吃福島 福島產的草莓跟福島產的水果 還喝福島的水 所以 唐聖傑我覺得你要距離遠一點 我覺得他充滿輻射喔 可是我覺得去福島 我發現那邊是好地方耶 因為我去的時候 其實一方面是參考他們的輻射值的數字 因為日本政府其實有固定公佈 就是幾個災區的數字 那他也告訴你當初他們怎麼把那邊有輻射污染的土把它跑起來 然後換正常的土進去再重新去耕種 所以它是有一個處理的程序 而且已經過去幾年了耶 過去很多年了耶 所以照理說那個地方其實你會發現當地其實復原狀況比顯量中理想 因為我記得台灣是對五個日本的城市是限制的 對 然後一個是湖島 湖島 一個是 我這裡有 千列縣 池城 群馬 千列 立木 群馬 千列 千列 千列縣 總共有五個縣市 好 那我先講赤城縣好了 其實啊 赤城縣就在東京的旁邊 千列是 千列也是 千列就是那個 那個成田機場 對啊 迪士尼也在那邊 好 那其實我們去到日本在千列縣在赤城縣 因為赤城縣的那個限制所在就叫水戶 那我意思是說台灣會去日本的那個 觀光客很多 很多去到這五個縣市 夭壽都吃得開心得不行 好 對不對 但是呢 回來就說不 那有毒我們不要吃 而且事實上那五個縣市不是都在福島 你在東京的時候 你東京都是從福島那邊過來的那邊 你不會吃得很開心 奇怪 回來台灣就不敢吃 我想都沒有 我這樣講的意思不是說 我們刻意要進口所謂核石 而是說 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現在限制日本 那個地方的所謂的核石進口 一個是中國 一個是台灣 可是中國現在決定解禁了 因為他為了改善跟日本的關係 因為美國跟他改了很緊張 所以他就決定拉攏日本 那為了拉攏日本 他們是限制十個縣市 他們就把它解禁 所以現在 現在只剩下 世界上只剩一個國家叫台灣 在限制日本的所謂核石 我跟你講啦 東北條 東也沒有意義 我們說實在 好 我們等一下繼續討論 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接下來啊 請這個薰黃再把 東北很好玩 那個表拿起來 所以第四項是什麼 第四項 我們現在一二三四 再看就是這個啦 就是進到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宗教團體所提的 民法 七八九啦 是從七八九開始 第十頂這樣子 對對對 因為這邊很容易被弄錯的是暗號 因為我們的公投暗號 就限制 婚姻限制一男一女啦 對不對 沒錯 OK 好來 那這個心結就最有感覺了 是 那他們的主張 剛剛講了嘛 那為什麼你們覺得 不應該是這樣 其實老實說 大法官司協定都已經說了 是要平等的這個婚姻權嘛 對 所以其實我們 就會希望這一題 大家可以投下不同意 最主要其實是因為 不同意婚姻只是一男一女 對 而且現在有很多謊言 有人就會去說 這如果投不同意 如果投同 就是如果這是兩男兩女也不行 就是一夫多妻也不行 現在還有人說這個是說 那是不是有可以多妻的多夫的這種 就是錯誤的解釋 它其實主要就是限制同志 使用民法結婚 對 那因為這些下一代 好 也就是說 婚姻你們的主張是說 不只一男一女 對 一男一女是OK的 一男一男也OK 對 一女一女也OK 對 就是跟現行 那沒有所謂的一女二男 沒有 二女一男 沒有這回事 沒有 對不對 跟現在異性戀所有的 婚姻關係都一模一樣 那個忠貞啊 義務啊 互相撫養啊 等等的 就全部殷親這些 全部我們蓋瓜承受 不然就有重婚罪的問題 連通勤罪都保留 對 無奈的蓋瓜承受 通勤罪也保留 通勤 重婚都算在裡面 都一樣啦 其實就是都一樣 那我們當然 其實很多人會說平等 但我自己覺得 我最近跟大家溝通 我覺得最重要 其實還是那個社會意義啊 比如說我自己辦婚禮嘛 我跟我另外一半結婚 那結婚這個意義 全世界人都知道 你如果今天是什麼伴侶啦 什麼其他的這種民事結合 就所謂的專法 或特殊的法律 其實大部分的人 不太知道這個概念 那我覺得同志朋友 最希望的只是說 跟一般人一樣 就是接受大家的祝福 可以跟另外一半結婚 我覺得這件事情 是最簡單的 那父母其實也都很好理解 結婚就是我們也都結婚 然後我們大家結婚這個概念 接受大家的祝福 其實是很清楚的 對 來 你是讀台大什麼系 社工 社會工作系 是 來看看他是不是洪水猛獸 給個鏡頭 要多靠近 有沒有最近有長一個痘痘在那邊 其實跟大家講 辛傑是我 就是見過非常正派的 很端莊的人 長相嗎 不是不只長相 就是內心行為各方面 是 就是 不是大家想像中的是要 就是那種亂來的 這樣講 是 好不好 所以你對這個部分的說法 只有這個部分嗎 其實當然最主要是 大法官事件已經提到說 應該要平等的 這個對待同性伴侶跟異性的配偶 這樣對 所以其實這一題 就像剛剛金黃說的 他就算同意票通過 他其實還是違憲的 對 然後同意票還是違憲的 對 大法官已經釋憲了 釋憲了嘛 對 那他何必再陣容這個呢 那其實就也是 也是政治的這個表態 他還是一個政治的表態 政治表態什麼 就是要 我覺得其實講白 就是他們歧視 歧視跟他們不一樣的人 對 就有一群人可能因為不了解 所以他就覺得 那同志就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他們用別的法律好了 專法 對 可是其實大法官都已經說 這是違憲的 對 那為什麼中選會會讓他過呢 其實是因為中選會說 現在還沒有違憲的事實 也就是說他還沒有一個具體的東西出來 所以如果這個過了 然後政府真的去修一個專法 他其實還是違憲的 那就變成我們還要再去申請大法官釋憲 大法官釋憲 依照748號 他還是會說這個是違憲 對 然後就還是一樣回到原點 這其實這一圈花了非常多的社會成本 然後要非常非常花錢 有道理有道理 好 可是他可以知道一個效果 他會讓你知道說 其實反對的人很多 你政府要給我小心一點 他要的是這個效果 對我覺得其實他們現在在看的這個 就是希望至少同意票可以多出我們這個 平權公投的同意票 他就會告訴說 因為立法院應該預計在明年可能 一二月的時候應該就會處理這個法案 5月24號以前你有法案 那先姐請教再請教一下 是 世界上這個同志可以婚姻合法的有幾個國家 26個國家 26國 是 已經有26個國家 有發生過什麼問題嗎 都沒有 大家都過著如常一般的生活 就連最近法國在台協會也出來 等於說澄清 因為市面上有很多人說 那法國通過同志婚姻之後 全國動盪 然後有很多人反對 有二十幾萬人上街 教會新聞 風向新聞 對 然後結果那個 法國在台協會就說 他們沒有想要干預台灣的內政 但他們只是想要澄清事實 其實法國通過 同志婚姻已經五年了 然後他們的支持度 婚姻平權支持度是節節上升 然後也沒有什麼二十幾萬人出來反對 也沒有任何的政黨說他們要廢除 同志婚姻 所以剛剛那個消息是假消息 那個是假消息 就是現在其實市面上有很多的假消息 所以大家可能要非常小心去判斷說 這是有可能的嗎 包含是有 那第一個 這個同志婚姻平權的國家是誰 荷蘭 荷蘭 荷蘭幾年啊 2003 2001年 2001年 那17年前啊 對 我們今年才去荷蘭參訪過 然後他們還一直說 就一直跟我們說 這17年來呢 這個國家 我們就問他說有沒有什麼改變啊 他說這國家沒有什麼改變 就是跟以前一模一樣 我覺得那個國家有改變 對 變得比較幸福 對 真的 促進經濟 變得比較幸福 經濟發展 對 他們確實是說 看到更多愛跟幸福的故事 其實不會有什麼負面 因為只限一男育女 他會變成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說 他是同志 他就變成他必須去娶一個 他一輩子都不愛的人 因為社會壓力 這不是最近的電影 這個有一個名詞 叫刑事婚姻 然後你知道在中國 真的出現一個叫刑事婚姻網 這個刑事婚姻網 它的生意對象是誰呢 就是這些需要刑事婚姻的同志們 那你就到上面呢 男生找女生做完假結婚之後 再回去你的生活 結果呢 造就現在中國可能變成是 刑事婚姻最多的國家 是 比方說我是男生 那我也是喜歡 我是同志嘛 所以我也喜歡黃毅宗老師 對 可是 這個社會上的 這個社會上的壓力 逼得我 只好去娶心結 心結是女性 可是我根本不喜歡她 我甚至不想跟她睡在一起 因為跟她睡在一起 等同就是那種 這個好難說 就像是我跟一個男生睡在一起 因為我是17年 我本來應該跟我太太睡 我本來跟一個親王睡在一起 然後明明我就不喜歡親王 我還要跟她手牽手 從一張 對 然後你還要被她性侵 不是就是 不會啦 其實真的 洪宜大哥 有一些比較長輩的女同志 她被有強迫被進入婚姻 她們又跟我們分享說 她真的會覺得她在婚姻裡面 不斷的被性侵 因為她就是不喜歡男生 對 可是她被強迫進入這個婚姻之後 那女性進入婚姻的責任義務是什麼 審小孩 她就要審小孩 對 然後照顧小孩 那我覺得那個痛苦的人生 我們為什麼不幫幫忙 讓這些痛苦的人生 可以從現在的這個狀況解除 有道理 其實過去已經太多悲劇了 只是她們都在暗夜的角落哭泣 我們看不到 甚至搞不好很多人搞不好去親身 我們都不知道 是不是 好來 那接下來的這個 因為剛剛欣傑講我簡單 我簡單補充一下 因為真的有太多 我說實話就是說 要討論議題 包括統文的議題 可以客觀拿來討論 但是不需要去放大甚至扭曲 我講兩個簡單的例子 就像之前有人說 那個小朋友的性教育 就是說 之前就有市議員質詢說 為什麼在小朋友自衛的教育 在國小高年級的時候 就五六年級的時候要做 那你知道這個傳聞 已經傳到長輩圖上面 已經變成是什麼呢 變成是國小一年級 所以我們前一陣子 在友台我們一個同台來賓台 在破口大罵說 現在政府在黑白母 為什麼黑白母 國小一年而已 就在教他這樣這樣這樣 結果國小一年級 我們就跟他說 沒有啦 現在怎麼國小一年級 什麼發育都不完整 怎麼可能教他這個東西 之前還傳到就是說 講人家同溫通過的國家 不管是法國跟比利時通過之後 第一說人家有災難 第二說人家通過之後天下大亂 第三說人家通過之後 遊行抗議不斷 那問題是 其實人家通過之後 現在已經是什麼 已經天下太平 所以這樣的消息傳出來之後 比利時跟法國的代表處 在台灣 你有沒有看過 為了這個事情 比利時跟台灣的代表處 還要發聲明在臉書上面 這真是很罕見 不是為了台灣 不是為了什麼外交 你看像法國代表處這邊發的聲明 就是說你看 法國的婚姻平權幾個重要的事實 他為什麼寫這句話 因為他告訴你說 上面傳的都不是法國的事實 他看不下去了 所以他上來說事實是什麼 他說法國你看 法國在愛協會的臉書網友 跟他提的問題 那我們就說 2013年法國通過之後 他做了這樣的答覆 他說他無意介入台灣人 自己做出來的這個民主辯論 但是一個健康的辯論要基於事實 所以他要講事實給你聽 他說法國其實通過之後到現在 法國的同性情侶選擇結婚 每年7000對 占結婚人口的3% 然後他們的調查 法國絕大多數民眾都是支持婚姻平權 同性婚姻已經融入人們的平常生活 並不像有益人士所說的 因為婚姻平權法則通過而崩垮 法國社會並沒有因此而崩垮 相反的讓所有人享受婚姻的權利 不論個人的性傾向 證明社會對人權及家庭價值的重視 然後好問題來了 你看法國總統 新的總統之前不是馬克宏嗎 馬克宏在2017年有一個聲明 我將無有分別 就無分別的捍衛所有家庭價值 他裡面講的包括即便是兩個男生 跟兩個女生有了小孩 那個都叫做家庭 他們的家庭價值呢 馬克宏他都要去捍衛 是是是 我覺得 但這個部分我們也稍微 對啊來我們補充一下 其實因為現在有很多性貧教育的 這種錯誤的訊息 就剛說國小一年級教那個 其實國 等一下外面現在是怎麼樣傳 就是說國小就教性滿足啊 教智慧啊 然後教你怎麼樣說探索彼此的身體 我還看到一個要選縣長的人 是女生 他說 現在的國小教科書 竟然教小學生雜交跟仁壽權 沒有啦 還有多筆啊 怎麼可能 其實教育部跟國大教育研究院 都已經說了 這根本都沒有這些東西 你現在把教材拿出來看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思想 真的是非常的奇怪 就是最近之前也有一個 國中的老師 在網路上 臉書上分享 他把這個問卷給這個國中的這個學生去寫說 現在性評教育到底在教什麼 就把他現在仿間這些留言全部問出來 同學回答都非常的正確 國三學生 國三正確 就是我覺得這些學生的觀念都比 他們都寫說 我覺得 家長有時候想太多 老師怎麼可能教我們這種東西 我只有學過固定性伴侶 最好 課本裡面從來沒有出現過什麼 人壽交雜交這種東西 這都學生自己寫的 對 對 所以像我們像這種 你看像裡面也有很多 很多的 你看你前面那個 你第一張沒有 訪先遙遠是 小學三年級就教用保險套 根本沒有喔 沒有啊 小學四年級教你智慧 沒有 小學五年級教你多人性行為 沒有 多人性行為就是所謂的雜交 這個是從那個國家教育研究院 教育研究院 他出來的這個聲明 對 這都沒有嘛 根本就沒有這種內容嘛 大家為什麼要亂傳呢 然後包含是教育部 其實也已經出來出了聲明稿 新聞稿 好多好多次了 對 好來 我們先休息進廣告 你要想說這 我跟黃昱中活到這麼大 都沒學過什麼多人性交 現在小孩子去學那個 怎麼可能 好 因為我們社會上對刻板印象 比方說娘娘腔的男稱就特別不友善 據說唐聖傑你以前是被稱為娘婆 對 因為我從小是在體育班的環境下長大 那大家應該對體育界的這種想像就是 認知啊 就是也比較有男性威權的這個想像 那可能因為我自己的個性比較溫柔一點 那我以前在體育班的時候下課 大家同學就是 雖然體育班都是很好動的小朋友 然後就會去打球啊 或是什麼搶著去合作車跑跑步啊 然後就是這樣跑來跑去 那我就會坐在教室裡面看書 或看當天的報紙 或寫作業 對 那這樣的行為在體育班裡面 就會顯得很格格不入 在我那個時候 我不知道現在體育班的小孩子是不是 那會被罵人 會 就是我那個時候就有 呃 就是上課的時候 然後打開課本 然後就會看到有人在我課本上寫娘娘腔 然後也會 就是有人會帶頭公幹我 然後就會排擠我 公幹你 怎麼公幹你 就是會用那種很酸言酸語的 就是那種暗示說他就在講你 就是會說 喔我們班有一個誰誰誰 然後怎麼樣 但你很明確你就聽得懂他在 他其實是在講誰這樣 對啊我大概 有在國中的時候有經歷過這一段 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可是我覺得 我沒有怪罪於我同學 因為我覺得大家在那個時候 都還是呈現比較不了解的狀態下 大家就是還沒有 接受到一個比較 呃良好的觀念 那你當時沒有看 讓他看看你的肌肉 欸他們在體育班欸 他們在體育班欸 大家都這樣 大家都這樣 對啊 為什麼怎樣 我更多 所以其實我 我當時候 看到葉永志的那個新聞 跟那個故事的時候 我是真的很難過 因為我其實現在自己在選舉 那其實 碰到很多年輕的爸媽 他們其實會跟我分享他們周遭很多的故事 所以我相信 呃現在 現在在 不管是國中小學裡面 一定還有很多這樣的小孩子 他們現在是面臨到 這樣子的狀況 對 對那我覺得這也是我們 對這也不管是我 或是時代力量 我們黨的立場 就是覺得說 姓平教育為什麼這麼重要 你光情理面來看 光是這一點 現在小孩子要承受這樣的痛苦 其實對他來講 是非常 非常 那個難過的一件事情 是 這個我講一下 就是說 國民黨有三個 公投嘛 就是剛剛講的 緩核時 緩深奧電廠 緩火力 反空力 好 那他們的這個連署裡面 有將近 兩趴是死人的連署 死人連署就是說 人已經過世了 還有人會來連署 我想他是去抄的 當然 這個現在已經以送法辦了 對 兩趴很多 很多 對 因為他五十萬份 就有一萬多份是死人連署 那不可能嘛 就表示說很多事情是造假 那聖姐你們去推動這個東西 其實也很辛苦 聽說你被告啊為什麼 對就是在 八月還九 九月的時候 我們綜合的參選夥伴 就接到一個 投訴者 民眾的爆料 就是說 他在綜合的一家診所 擔任員工 然後 這個診所的老闆跟老闆娘 要求他們 拿 病人的病例 來幫他們寫愛家公投的連署書 然後這個員工 就是因為看不下去 所以他就是出來跟我們講這件事情 那他當然也提供了 相當 對我們來講相當足夠的一個 Line的對話的截圖 還有與錄音檔 他都有給我們 所以我們當時就開了這個記者會 那指控他們說 這家診所這樣的行為是違法 因為這個行為真的很離譜 我覺得一個醫師或一個診所 最重要的一個職業道德 就是你要保護病人的隱私 沒錯 你怎麼可以為了你自己個人的信仰 跟個人的一個觀念 然後去盜用病人的個資 沒錯 那後來這件事情 員工 因為老闆知道他要爆料 他要把這件事情講出來 他還直接開除他 所以這件事情就已經違反了 我們看盜用人家個資 然後盜用病例 還違造文書 然後勞基法的話他也是違反 那結果我們開了這個記者會之後 隔一天夏弗蒙就回應我們 說說我們是抹黑 然後就說要告我們 然後他就是要告那個精神求償 後來告了嗎 告了啊 我們收到傳票200萬啊 就是讓我們很想要 而且但是重點很好笑的是 他只敢告民事 我相信懂法律的人應該都知道 告刑事不會沉啊 對啊 因為告刑事不會沉 因為如果你告刑事沉 就真的是認證的笨蛋 他只是告我們民事 那請教一下洪老師 像你在教書啊 第一個 高中生知不知道這個事 因為18歲就可以了嘛 然後有沒有家長反彈的 你說知道公投的事 就是我們剛剛講那個性別 是這樣子的 這個其實 之前你剛剛小潔講那個 下一代幸福聯邦 他們在網站上就有PO出這些 下一代幸福聯邦 他們很在意點 就是說他們覺得 不應該交所謂的性別光譜 什麼 這個性別光譜 跟觀眾朋友解釋 就是說 我們過去我們這樣說性別 就是 你如果說刻板印象就是 男生就是男生 女生就是女生 男生要展現的性別氣質 就是要怎樣 就是要陽光 女生就是應該要溫柔 性別認同 男生 身體的男生 身分證字號為1的 阿拉伯數字為1的 你就是要 就是你的性別認同就是要男生 然後你必須喜歡女生 你身分證字號為2的 阿拉伯數字為2的 你就是 性別認同要女生 你只能喜歡男生 但是屬於其中 我們自己知道 我們在現實的生活中 其實 在校園裡面 都會有一些所謂性別多元的孩子 什麼叫性別多元 就是說 生理性別是男生 但是我的性別氣質 比較溫柔的大部分 我們在學校 學生就要買什麼 娘娘腔 娘炮 有沒有這種 相反的 你若是十五個孩子 你若在學校 你若沒有展現出溫柔的一面 性別氣質沒有溫柔 你就是比較 要搬頭髮 短頭髮 那孩子就買什麼 男人婆 蕭婆 這種東西 剛剛 我跟朋友介紹一下 因為剛剛小潔提到 有一個葉詠智同學 他就是因為性別氣質 去用百年 他當初是一個國中生 那他就是因為 他是一個生理的男生 可是他性別氣質很陰柔 他喜歡玩一些半家加酒 喜歡跟女孩子在一起 這個小朋友 你可不可以 他下課的時候上廁所 會被人家脫褲子 為什麼脫褲子 你知道嗎 因為他要看他們 下面有沒有小雞雞 他當時旁邊的男生 不但沒有人制止這個行為 大家都在笑 沒有小雞雞 沒有小雞雞 那個時候大家認為 很好笑的一件事情 後來造成這個少年的生命 一條生命的殞落 因為他後來就再也不敢 再下課去上廁所 因為下課上廁所會被脫褲子 他就只敢在上課的時候 跟老師說我要上廁所 有一次他上課時間去上廁所 就沒有回來了 下課沒有自殺 下課去檢查他的時候 他那個頭啊 倒在血泊當中 可能是摔倒 也有可能是被人家推倒 但是因為當時沒有監視器 所以我們不曉得 在他那個 葉勇志在上廁所的時候 是不是也還有其他那些 頑皮的小孩子 在裡面 剛才會變瘦 問題是為什麼葉勇志 要上課時間上廁所 對 害怕 因為他下課的時候被脫褲子 真的是沒有性別教育 那他後來死掉嗎 他就死掉 所以因為葉勇志這個事件 所以我們原本有個法律叫 兩性平等教育 以前叫兩性 因為葉勇志那個改正叫 性別平等教育 我剛剛講這些應該都要在學校教對不對 被拿掉了 通通全部 拿掉了 被施壓 他們那夏日大幸福聯盟 一些高中團隊 去跟那個參考書 就是教科書書商施壓 因為你知道這種壓力很大 他們就說 如果你們還繼續保留這個的話 我們就要發動家長會 抵制你們的課本 你對書商來說 你課本 沒人去用抵制就沒人買了 所以他們破一壓力 全部都刪掉 然後現在還有一個公投 其實社會上 現實上是有這樣的 對 甚至有人是雙性都有 對 像這種性別光譜 市面上有人說 那是不是我今天可以變男生 明天可以變女生 其實這個只是讓大家知道說 你在不同的位置 不是說你今天可以變來變去 其實大家都 大部分的同志朋友或是跨性別 沒有再變來變去 沒有再變來變去 有一次我跟下一代幸福聯盟 也是一個領導者 通台 然後他就一直說 這種交同性戀 交同性戀這種教育 就會變同性戀 我說來 你看我的眼睛 我教十多年的同性戀教育 我到現在也沒辦法變同性戀 會不會你沒有出櫃 不是 大家聽我講 如果可以出櫃 我早就出櫃 對啊 他多受歡迎 你知道我一個 異性戀男生追女孩子 花了多少精神 力氣 金錢 很辛苦才追到 我給你如果可以喜歡男生 你跟我說 我真的 他那個搶著藥 這個是菜 菜菜 他天菜 封號叫做同志天菜 是喔 他那個就不用那麼辛苦 所以這種東西 不是說你教了就可以 就可以變那樣子 我們只是說 教這個的目的就是希望 其他的同學 遇到有這種所謂 性別多元的同學的時候 我們是平等尊重 不要去歧視也不要去霸禮 為什麼同志圈 這個覺得這是天才 帥啊 而且他又整個有很有氣質 又帥 學士淵博 有沒有意思講一個 好啦 等一下你五百 下去你五百 下去你五百 可是你剛剛講的 全部都在講我 對啊 黃毅大哥也很受歡迎啊 你也是一個派別這樣子 派別 一個派別 只是為了讓節目輕鬆一點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這樣等一下 黃毅東真的要出櫃了 如果能出我打到出了 東京奧運證明要去打嗎 打啊 要打的嗎 對啊 沒有啦 沒有啦 你知道啦 你如果覺得認為說 沒有什麼用Chinese Taipei 就要用台灣 你就去打這樣啦 你要去打台灣就會改名嗎 我覺得我在這邊補充 因為我以前是選手 我其實自己有很深刻的經驗 因為我覺得台... 我們自己會叫Chinese Taipei 這真的不是我們願意 而且我 我以我的經驗 所有的外國選手 都知道我們叫... 不是都知道 都知道 都會叫我們台灣 人家問我們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的選手一定講 我來自台灣 一定講台灣 我不可能講 我來自Chinese Taipei 而且那一面旗子 本來就不是我們 代表我們的旗子 國旗不是 全世界的這個奧運會的 這個奧委會的國家裡面 只有難民隊 跟中華的台北 這個隊伍拿的不是 自己國家的旗子 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而且大家一直在流傳說什麼 就不能去比賽 或不能去 根本不會發生這件事情 絕對不會發生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今天只是去申請改名字 而且現在這個階段 只是在台灣裡面而已 就算今天這個同意票過了 我們也只是去申請改名 頂多國家會不同意 那你就是照用中華台北 再去比賽 根本選手的權益不會被影響 之前在連署的時候 就已經說 你再連署下去 亞運就不用比 我們亞運不是比了 而且成績還很好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我今天去護政事務所改名字 護政事務所不讓你改 那你的原本的名字 也還在啊 不會消失 所以現在網路上 又一直在講說 他主要是因為他的決定權 以前在IOC過去拗會 就是說你台灣 即便你同歸台灣隊 IOC其實他也有管理 但是不影響到我們選手的參賽權益 那改名台灣 會去投的請舉手 會投同意的請舉手 這裡就有七八票了 他在同文城 我真的覺得 中國要打壓 根本不用靠什麼改不改名 他要打壓 早就在 不管是政治在體育 都可以給你打壓 對啊 那乙和氧綠要不要投 要喔 乙和氧綠這個就是看大家的觀點啦 因為其實乙和氧綠 它裡面在講的是什麼呢 它在講的是說 在綠能完全建立出來之前 要那個 就是讓核能繼續運轉 所以它裡面提到的是說 你是否同意廢除電業法裡面 有一個條文說 就是廢除一個條文叫做 核能發電設備在 中華民國114年前 全部停止運轉 也就是114年以前 全部停止這條 你就這一條 它要把它刪掉 為什麼要刪掉 它的意思是說 因為反正也不知道你什麼時候養成 所以115年以後 你就繼續運轉 所以這個條文 就相對就會比較有爭議了喔 這邊有一派的人士 他就會覺得說 你綠能就是還沒好 所以我就乙和氧綠嘛 可是另外一派的人會覺得說 那政府有它規劃的騎乘嘛 那就按照政府規劃的騎乘 如果114年 它該停了 就讓它停掉嘛 所以這個部分就是 看大家怎麼思考 同意乙和氧綠的請接受 有沒有 不同意乙和氧綠的請接受 這邊都是同位成 不是啦 其實全世界的核能都在往下走 是啦 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的核能 還在往上走 那叫中國 那為什麼都往下走 因為大家在發展綠能啦 都知道這是趨勢 再來是 中國除了核能往上走 它也在發展綠能 而且它也發展得非常的用心喔 你不要小看中國啦 那核能現在很大部分是使用在哪裡 使用在軍事用途 這樣子 因為像什麼核子潛艇啊 核子什麼 那個叫做什麼 航空母艦啊 那個都需要核能啦 那個 因為一開出去你可能就 就可以開個半年 兩年 都不回來都沒有關係 好 那蓋怎麼樣才算有效票 什麼是無效票 對 因為這個很新喔 所以跟大家稍微說明一下 比如說如果你蓋在 同意跟不同意的中間 所以你會拿到一張票 我們剛剛的這一個 就票大概就是長這樣 喔 公投票 對 公投票大概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會有同意跟不同意 然後會有題號 下面會有題目 對 所以你如果蓋在這兩個中間 這樣就是廢票 喔 對 喔 好 你如果蓋在兩個中間就是廢票 但是你如果呢 蓋指紋 不可以蓋指紋 也是廢票 它有一支筆就是這樣的 對 大家不要笑 真的 因為我們每天都會收到好多人問 要怎麼蓋 要怎麼蓋 那就跟各位你投票一樣 你投票過去怎麼投 很多人都沒有投過票 然後或者是你可不可以蓋你自己的張 不行 蓋張也是不行的 所以你要蓋在 你如果要投不同意的話 你就是投蓋在不同意的那一個 那純印可以嗎 純印也不行 只有長這樣子 放在旁邊會有一支 這樣蓋下去那個才可以 白色的 對 白色的那一支 然後如果要蓋同意 就要蓋在同意的那一個 那你如果領票了留白 這樣也是廢票 留白 要留白 對 就是你沒有蓋 蓋都沒有蓋 你蓋都沒有蓋 你如果領票但是沒有蓋 就是廢票 對 然後算票的方式也不一樣 它會跟一般的這個 縣市首長也是不一樣 它會是一疊一疊分好的 然後他再算說 同意一張 同意兩張 同意三張 那請教一下宇宗就是 今年的縣市首長 議員 這些票什麼時候可以開出來 共同票什麼時候可以開出來 按照中選會的規劃 他們是先開所謂的 縣市長跟議員這一邊的選票 按照我們過往 合一選舉的期程 大概最晚在晚上七點前 這邊都會搞定 所以他們就是這一邊都開完了 把那個資料回報到中選會 中選會會公佈 誰當選 這個搞定了以後 全部都搞定了喔 這些選舉委 這些所謂的選務人員 再留下來加班 開始大概從八點 開始要開公投 所以他們估計說 可能要開到半夜十二點 要十二點 那會不會有公投票兩種提案都過關 有可能 有可能 在國外如果是兩種提案都過關 他們曾經有案例是說 他們會 就是比方說同婚跟反同婚都過的話 他們會看誰的票數高 就是誰勝 可是台灣沒有 可是台灣沒有 這兩個都過關怎麼辦 好那就由大法官來做仲裁 因為大法官是憲法成期 你兩個公投案都是法律成期 一個同意一個不同意的話 沒關係 大法官最後來做仲裁 對 可能行政院或立法院要修法的時候 他要再去問大法官說 那你們的意思是什麼 可能還要再花個幾個月的時間 這種可能性很大耶 其實是啊 是有可能性 對啊因為我覺得勢均力敵嘛 495萬耶 495萬耶 都不會過的機會比較大 對啦應該這樣 不容易 如果兩邊加起來就五百萬 那是一千萬 那是一千萬